年前的老乡请留步 看看你们有没有听说过这么离奇的事情 十年前我朋友在这边买了一块邻居家的地址 因为没有使用 所以一直荒废着 没想到这段时间 有老板要高价收购这块地址 邻居家看到有这么好的事情 把之前卖这块地址的钱退给了我朋友 说这块地址是他家的了 因为我朋友现在非常的无奈 所以我拍个视频 请广大的网友们帮忙看看 遇到这种的事情该怎么处理 一起帮忙出出主意 这块地址有1500平米左右 因为地理位置比较好 上面就是村旁边的一条省道 所以老板想收购这块地址 出的价钱也比较高 因为朋友家父母不在了 邻居家看到有这么好的事情 所以把这块地址的钱就退给了我朋友 因为我朋友是个老实人 这块地址朋友家父母10年前花了9000多块钱 买下来搞养殖的 村里人都知道 因为养殖了一年多亏本了 所以朋友家父母就出外面打工了 地址就一直荒废在这边 现在都涨满了杂草 没想到现在有老板要高价收购 邻居家看到有这么好的事情 就要把钱退给我朋友 但是我叫我朋友先不要拿这个钱 先把钱拿给邻居家 从这个角度大家可以看到 朋友家这块地址 之前拿来搞养殖的时候 把这块地址都用围墙给围起来了 之前在这边养了一些鸡 还有鸭 因为亏本 所以就没有养殖了 这块地就一直荒废在这边 旁边就是我们的村庄 因为这块地址地理位置比较好 旁边就是一条大马路 所以老板出的价格也比较高 就钱 你是吧 我朋友说20万买他家这块地址 但是邻居家说这块地址是他家的 我朋友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像这么离奇的事情 在我们村也有几个 但是都处理不了 如果这种的事情发生在您身上 你会怎么去处理 应该有些网友也遇到过 也有些网友听说过 有没有懂行的网友帮忙指点一下 希望大家也可以帮忙转发分享 让更多的人帮忙看看 帮忙讨论一下 好了 先感谢大家了 可以点个赞 关注一下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了